原来的这个 第一个Activity 会有程式跟界面 两个 Activity2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New New的话就是 改变过的界面 跟那个程式部分 对把它改过 而且 我有把它 稍微标记一下 上面的那个有改过的部分 我把它mark 起来 所以你就直接 稍微看一下 这个就是有改过的部分 有改的部分 把它用黄色 mark 起来 应该 反正你照着改 应该可以改得出来 那改完之后的话呢 我程式就完成了 类似像这样子 切换到Activity2 它就切换到下一个 下一个 把Page2给载入 而且 底下也会秀出 它现在的生命周期 正在进行的模式 所以你可以 透过这样的观察 然后切换回去的话呢 它是On Pause 然后呢 On Restart On Start 然后Reduce 而且如果有刮弧2 表示是前一个 有没有 你可以做这样的区隔 然后最后的话呢 可以切过来 可以切过来 最后可以把它结束掉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生命周期 两个Page 好那 这里面的话 做哪些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刚刚程式又多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的这个Man的程式里面 我们刚刚不是有多一个那个 在Man Activity里面多这个按钮 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触发 这个事件 事件怎么撰写 其实特别注意呢 我们的事件撰写 其实就是这几行而已 Intent 那预设里面是没有Intent 这是Intent Intent就是第14章的部分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有关联性 所以我先拿来 这边讲一下 因为你要能够注册完Manifest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做那个 这个Intent Intent在这里 它是在 Content里面的 预测是没有 那程式的撰写是这样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宣告Intent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打一个Intent Intent Intent就是你要做什么意思 Intent 英文就是意图 你要做什么事 那在这里的话就是 反正我就要从这边 一切到二的话 就是一个 这叫意图 好像也是很奇怪 叫什么 这叫做一个 一个动作 反正就是一件事情 你要去做这件事 你要告诉他 然后呢 宣告一个Intent 它的物件名称 叫做I好了 它等于什么 等于New一个 那因为我要在记忆体配置 一个物件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请你在 宣告一个Intent New一个Intent 后面给它一个 刮符 小刮符 那小刮符里面 不用传任何参数 就直接把它结束掉 这样的话呢 就New一个新的Intent 少打一个T OK 那 游标放上去怎么样呢 汇入进来 就可以了 OK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用I 点SetClass 各位可以看到SetClass 那SetClass 这边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第1个 我要从我现在的Class 跳到下一个Class 里面去 那我该怎么转写 第1个 看一下你的Class名称 Main Activity 对不对 要特别注意喔 这里的话 请你把它贴上去 后面的话呢 请你打一个.list List的意思就是ListClass的意思 点List 然后切换到哪一个呢 我们的那个Class名称叫什么 Activity2 点Java 对不对 请你把点Java改为 点Class 为什么 因为它Compile 编译之后就是 点Class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你把它打上去 Activity Activity 2 点Class 这个负打名特别注意 不是点Java OK 也就是说从这一个 切到这一个的意思 这个切到这一个 然后呢 最后的话呢 就触发就是打一个Start Start什么呢 Activity OK 然后一个 少一个 不过你会打错字 其实Eclipse很聪明 移过来 他有没有修改 这一次没那么聪明 他有说打错 他会自己帮你建议 OK Activity Stars 后面还有个参数 刮弧 然后呢 要把这个Intent放进来 Start Start 然后把这个I怎么样呢 把它放到里面来 他才知道说 你现在正要怎么样呢 从这个Activity 切到下一个Activity 这样才是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去Try 执行完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 跳出来 如果说可以这样的话 切到下一个 有那个生命周期 然后切过去的话呢 他 跳出来是堆叠的 堆在上面 然后你把它结束掉 他就下面的东西就看到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那个画面 我最后完成的画面呢 也有拍照放上去 反正你就照那六个图 应该还有第七个图 是Manifest的那个设定 Manifest也要做设定 才可以切得过去 只要你有一个动作做错的话 这部分呢 就不行 就做不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观念要很清楚 另外呢 各位如果做练习的时候 我前面讲过那个SDK 今天还是就用2.33 那如果说 你要装四点几的版本的话 可能暂时还不建议 因为现在我们还在入门 刚刚就有同学有装了 结果就真的有错误发生 那个错误其实要把错误解决 可能有时候比写程式还要麻烦 没法杀 要不然 我跟你讲你这个系统 你干脆 从call我那个 原来的系统盖过去还比较快 可能会比你去解决 这个问题还来得快 所以有的时候我系统 一有问题 把原来的压缩档解出来 会比你 重新在那边 找问题还来得快很多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